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疫苗意愿登记平台就开放勾选BNT疫苗 不过有不少民众担心 如果勾选BNT疫苗 会不会因此重新排序 造成施打的顺序往后延呢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民众只要不取消或是不调整原本勾选的疫苗 直接加选BNT的话 排序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而外界也好奇说 BNT疫苗有哪些副作用呢 根据统计常见的三大副作用 分别为注射部位的疼痛 疲倦 以及头痛 不过医师也提醒 年轻族群也有可能会出现心肌炎 等等罕见的不良反应 因应BNT疫苗即将到货 指挥中心在28号下午2点 先开放意愿登记 不过有许多民众担心 勾选BNT疫苗之后 会不会因此重新排序 施打顺序会往后延呢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有个小pebo 就是不调整已勾选的疫苗 直接加选BNT即可 要是取消原本选择的疫苗 那之前登记的顺序 恐怕会往后延 而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族群 想审BNT疫苗呢 像是打过第一剂AZ疫苗 第二剂可混打的族群 还有只愿意打莫德纳疫苗的铁粉 以及还没打第一剂AZ跟高端疫苗者 都有可能改变心意选择BNT 毕竟BNT疫苗效力高 根据临床数据显示 接种两剂BNT疫苗7天后 平均保护力可达95% 基于疫苗副作用 最常见的前三项 分别是注射部位疼痛 疲倦和头痛 但医师提醒BNT疫苗 也可能会出现新肌炎等罕见不良反应 特别是在年轻的族群 这些比较有新肌炎的问题 基于那么少的状况之下 在利大于弊的观点之下 应该是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医师还是再三强调 接种疫苗是利大于弊 施打后多留意身体状况 有特殊反应 千万别硬称得尽快就医 记得这么报道 我认为这些尽快炎的问题